既恭活佛词语,身教重于言教,以身世道极是最好的教化。 我祝福你如素,你鼓励鼓励我参半。 一样祝福却可产生千百种回应,乃是因为心意不同。 一样鼓励但却繁衍千百种想法。 乃是因为力道不同,过于不及难免有伤。 所以学中庸,学同理心,转换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温度。 付出的当下是得到。 得到的同时亦是付出明白吗? 在修半道过程,你累积的内外功。 最怕是因自己的心性修持,不小心破功了。 为什么会破功呢? 老天会借机。 试验徒儿的火后,探看徒有多大的能耐。 因为一把无名火,会烧功得灵。 在徒遇到了,不顺你意的事情生气。 严重的暴跳如雷,当突发完脾气后,自己才会发现好累,全身的能量也会破功。 徒儿尝试后才后悔,为什么要生气? 怎么要这样生气呢? 这时才惊醒自己。 没有风度,没有火后,还丑太闭露。 如果你心里想,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 变成了双书,事情发生后,才带着惭愧的心。 在佛前叩头忏悔。 切记。 上天派在你身边的人,各个都是考试官,你应该好好的善待他。 感恩他,如果你躲他,怨他,恨他,讨厌他。 甚至诅咒他,赶他,那吃亏的人,仍是你自己。 修行贵在二六十中,涵养心量,有容乃大。 行身就能有大智慧,大气度,大胸襟。 大格局,大的远见。 如此才有具备。 开大法船的条件,也才能让千万人登上法船。 同舟共济,登上彼岸,能照见五蕴皆空。 度一切苦恶,过得逍遥自在。 何谓决? 当你还没找到的时候, 你永远只是沉迷于物质,沉迷于人间的种种。 但是当你求得这一支点, 就如同找到了一条路。 这条路不管是只是弯, 最主要是指引你回去的一条真名路。 时时去参悟这一点,你就会时时有所觉。 你不去参悟这一点,你就永远觉不到。 误不到,也就不懂得如何去行了。 修道,别做表面功夫。 有句话说,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。 这是修道人很重要的座右铭。 当有人指点你的缺点,要乐意接受。 将不好的地方改进。 在修道路上才能更进步。 否则都觉得自己修得好,做得很好。 不对的就要改变。 想想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着哪些角色。 不欺瞒自己与他人,责任要负起。 对待人与事要扫除偏执心。 知情何一而不是表里不一。 在二六时中对得起天地良心。 皆是做人的本分。 相互尊重是人与人相处兼首要的条件。 抱着同理心,把对方当作是自己。 善解他人,诚实待人。 良好的沟通也能促进彼此感情。 就能避免发生口角与争执。 其实道不是用讲的,而是要把它行出来。 也就是要以身是道。 俗语说身教重于言教。 现在的人不是只有听讲就相信。 而是要看到有真正做到,才会相信和发心。 道理要常研究,对于佛归礼节。 办事细则更是要熟练,精益求精。 随时都能在道场帮办。 如此才是一个称职的白羊天使。 这是错过的时间С Wel. 每个帮jin elementos可以 被骑得轨。